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觉得那个东西到底是可能比那些 咱们没学过这些人感到要科学一点 但事实上怎么一回事呢 所以我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地方讲的经济学我先要说一下就是 它是有讲究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按照这个主流的标准啊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也就是我们通常讲政治经济学啊 它既不普世也不科学 所以没有资格称为经济学 所以这个地方讲的经济学呢 我为了咱们和主流的这个概念 保持一致咱们讨论的问题 所以我这个地方讲的经济学 是主流定性的经济学 也就是所谓的现代经济学 有些人也把它叫做主流经济学 不包括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关于今天这个命题就是大忽悠这个命题呢 我分三个问题给大家讨论 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能测量 什么是能测量 我们大家可能知道就是说 科学知识的表达方式 通常有两种 哪两种啊 一个是文字语言 对吧 还有一个呢 数学语言 对 通常就这两种 文字语言呢 它有一个最低的要求 就是说你用文字语言来表达一种科学知识 或者一种理论 它有一个最低的要求 这个最低的要求就是你的这个语言呢 要遵守形式逻辑 行事逻辑呢 有四大定律 同一律 排中律 矛盾律 和理由 充足律 对吧 这个是一般的常识 我们就不多做介绍 这四条规律要求 就是说你的这个思维啊 你的语言的思维 你表达出来 它要具备确定性 无矛盾性 一贯性 和可以论证性 换句话说 你讲的是道理 不是胡说八道 对吧 这是语言 这个文字语言的要求 那么数学语言呢 它也有逻辑要求 这个数学语言的逻辑要求呢 就是要遵守数理逻辑 可能学了这个数学的人都知道 要遵循一个数理逻辑 数理逻辑呢 它也称为符号逻辑 其实呢 这个数理逻辑啊 它就是形式逻辑 我们前面讲这个形式逻辑 现代的表达方式 通过数学来表达 所以呢 数理逻辑呢 它不过就是形式逻辑的 一种现代表达方式 或者现代形式逻辑 都可以这样说 当然还有辩证逻辑 因为辩证逻辑呢 这个我这里就不谈 就说我们说 这两种知识的 科学知识的表达方式 它得遵守逻辑 形式逻辑 那么今天呢 在这个 现代经济学的 这个表达方式当中 或者我们通常讲范式 数学啊 它几乎成了唯一的表达方式 就过去我们学经济学 都是用文字来表达的 比如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是吧 生产力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上升 建筑 政诞方式的运动 马克思的资本论里边 它的数学也有很少 但基本上文字 文字表 这个文字的 这样一种表达方式 但是现在不一样 现在这个 呃 你如果不用数学 不用模型来表达 那么你就不能成为经济学 不能成为科学 这种情况呢 或者这种的情形呢 在经济学当中就被称为 一个词来 一个概念来概括它 三个字 形式化 形式化 就我们通常讲 现在经济学 越来越形式化 什么意思呢 就说这个 好谢谢 就说这个经济学 越来越数学化 你没有数学 你没有模型 你不能 你没有权利发表 这个 观点 看法 你如果要发表 经济学的观点 你必须用数学的语言来表达 而不是文字语言来表达 当然文字语言有 但几乎你看 所以很多 像咱们北京的这个 一流的这个经济学 经济研究 基本上就是模型 所以 他们那个 跟他们开玩笑 我上次碰到他们那个谁 他们编辑那个 那个那个谁 我说 你们那个杂志 可能要改名 改数学研究 因为它全是数学 那么说到这个 经济学的形式化呢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形式化本身 它到底 怎么样 好还是不好 也没必要 呃 美国芝加哥大学啊 它有个社会科学研究馆 在他们那个 管的那个正面啊 刻着一句话 这句话是这样说的 就是 如果你不能测量 你的知识 你的知识就是 贫乏和 不能令人满意的 你不能测量 那么你这个知识就 不能让人满意 很贫乏 什么是能测量 什么是能测量 所谓能测量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所谓能测量啊 就是能计量 当然用一个科学的语言来表达 就是能够实证 但一般我们讲 它能测量就是能计量 能用数学来计量 能量化 请注意 就这个能测量啊 它不是刻在自然科学的 什么研究院的门口 而是刻在社会科学研究馆的门口的 也就是说啊 这个能测量 不仅是自然科学的核心 它的方法能要求的 它也成了社会科学 追求的一个目标 至于这个目标 能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 这个能测量 那是另外一回事情 对于这个能测量的意义啊 有一个诺奖 诺贝尔金学奖 获得者他叫哈维尔默 这个人呢在八九年 上个世纪八九年获得诺贝尔金学奖 他是挪威人 他曾经这样说过这个能测量的意义 什么意思 就是许多经济学家有很多深刻的思想 思想很不得了啊 但是没有数量的概念 缺乏数量的概念 例如说某一个经济指标 受到某一个原因的影响 不能测量 那他不科学 马克思呢曾经也说过一句话 很有名的 这句话可能同学们都 朋友们可能都知道 就是他这样说 就是任何一门科学 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 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 任何一门科学只有充分利用了数学 才能达到完美的境界 也就是说数学做一个功绩是多么的重要 能计量是多么的重要 所以现在咱们这个高 高校里边的学生 就是本科生 研究生 博士生 都开了三文课程 比如博士生开了三文课程 三高我们简称 三高不是那个高学 那高学 是那个高 他是哪三高呢 是高红 高维 高级 高红是什么呢 就是高级宏观经济学 简称高红 高级是什么呢 就是高级围观经济学 简称高维 高级是什么呢 就是高级伎量经济学 这是高级 他还有中级 中级是研究生学 初级呢是本科生学 这三文的这个课呀 这个三高啊 就是在学能测量 尤其是那个计量经济学 是经济学能测量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你学经济学 学这个东西就是学能测量 所以呢 这个现在在经济院校 你不懂的这个数学 你不懂的测量 能测量 就能计算 你不懂的模型 几乎就看成好像你是 没入门 当然你发表论文的话 如果没有模型 现在几乎就没有发表的机会 就大部分那个经济学的刊物 你没有模型 没有数学模型 你是不能发表文章的 出了极少数的刊物 现在这种形式化 这种经济学的这个表达方式的数学化 已经成了一种 就是说一成为一种时尚或者是一种基本要求 不会这个你就不能写文章了 所以这是我给大家介绍第一点 什么是能测量 讲它的这个意义 你在经济学里边当然这个能测量是有意义的 也是必要的 第二个问题呢 我要讲的是 能测量它怎么就变成能忽悠 就是我说啊 虽然我在前面讲第一个问题讲 什么是能测量 哦 经济学的能力不测 不会测量 你不懂那个的话 你无法量化的话 你的这个知识还是有缺陷的 但是我必须指出一点 就是能测量现在已经被神化了 今天啊 最让经济学自豪的 就是这个所谓的能测量 说到能测量经济学说 其他都不是科学 为什么 我才是科学 因为我能测量吗 我能量化吗 具体来说的话 对于经济行为来讲 经济学他之所以很自豪 就是他为一个经济行为 他研究一个经济行为 一个经济现象来说 所谓能测量呢 有两个基本要求 或者两个量点 第一 所谓能测量就是说你这个问题 你这个经济问题 一个经济行为也好 经济现象 比如说通胀 比如说就业 比如说失业 比如说GDP的增长速度等等 这个问题可以建立数学模型来解释 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解释 你比如说 计量经济学有个回归分析 他就是做这个事情 这个地方可能有些不学经济学的可能就不是太熟 什么叫回归啊 回归就是在两个变量之间寻找一个所谓因果关系 就在不同变量之间 哦 我发货币 我的货币发发行量多少多少 然后到了今年我货币发行了 2万个亿4万个亿 那么到了明年这个通货横涨物价将会涨多少 这个之间有什么关联 我要找他因果关系 怎么找呢 我就建立回归 回归就是求的一个平均数 求的一个内在趋势 找到他的因果关系 所以我们通常讲回归回归回归分析就是寻找因果关系 在两个变量之间 在两个经济现象之间 或者在一组的变量之间 我们找到他内在的趋势 找到他的关系 这是第一个第一点 我们讲这个所谓能测量 他的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呢 就是所谓能测量就是说 通过这个模型建立完我们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可以用于统计来检验 这个用统计来检验有很多 比如说D检验 W检验 F检验 那最有名的 或者通常用的是一个叫做T检验 T 英文字母T 大家不必去追求他这个缩写 不管他 这个T检验是什么意思呢 T检验呢 就是通过统计检验 这个结论在概率上 他的可信度怎么样 我得出一个结论 我发行一个货币就会导致物价涨一分 我用模型推导 我蒸发一个货币 蒸发一块钱 物价就要跟着涨一分 这是一个模型推导 但是我来检验它是不是这么 或者比如拿中国的这个 90年到2010年 这20年间的这个数据 发行的货币是多少多少 物价涨多少 把它数据拿来检验一下 检验一下通过统计来检验 就是说 看他在概率上 我每发行一次货币它涨了多少 是涨多少 涨没有涨 然后通过这样一检验发现 我每发货币它就得往上涨 所以这之间 确实存在一个很大概率事件 虽然某一年就没涨 但是涨的 只要我发货币物价就涨的年 这个年 这个这个这个时间段 是这个现象 这个内在关系是不断的出现 经常出现 这个大概率事件 不是个小概率事件 通过这样一检验 哦对了 我这个模型是对的 是接得起检验 接得起T检验的 是具有可信度的 是个大概率事件 这个就是所谓的统计检验 我请大家注意 就是这个T检验呢 让经济学它有了 傲视天下的这样一个底气 它很自豪自豪在身上 我的这个结论是可以 经过检验的 什么检验 T检验 以至于经济院校很多的学生 甚至很多的老师都坚信 不论什么假说 模型就是个假说 我建立一个模型 只要模型 我建立一个模型 要说明这个变量 会导致内容 那个一样一个原因 只要不论什么假说 只要能过T检验这一关 那就是科学 所以我们看那个论文里头 那个那个学生论文里头 大量论文它都是 先提出一个假设 建立模型 然后 那几个变量 最后 进行T检验 T检完 T检验过了 所以我这个 论文很科学 结论很科学 然后拿去忽悠 编辑部队被发表 大家看那么多的公式 黑板经济学 所以也被蒙住 问题就在于这儿 就是说 这个T检验是不是这么神奇 是不是通过了T检验 它就一定是科学的 话说的太满了 往往就要出丑 我举个例子 举个什么例子呢 就是说我们 我曾经看过一幅漫画 叫公鸡的自我总结 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一只公鸡 他正在写年终总结 他的总结是这样写的 我今年是怎么天天 把太阳叫起来的 换句话说 每到早上六点钟 公鸡就嗡嗡叫了 一叫太阳就升起来了 所以他很辛苦 公鸡叫是原因 太阳升起是结果 是吧 然后呢我们可以建立 这两个现象之间呢 呃可以用个数学模型来表达 并建立起一个函数关系 这个模型表达简单说一下就是 这个等式的左边是个Y 等式的右边一个 alpha加beta乘以X再加一个U 这样一个函数关系什么意思呢 就是公鸡叫是自变量 那学过函数关系可不懂这个 自变量X是吧 然后太阳升起呢是因变量 因变量是这个Y 对吧 alpha呢不管它是个结局项 U呢是个随机变量 是个随机变量 因为还有不可控的因素 然后做计量回归分析 求出回归系数beta 然后再T检验 这个T检验现在是用计算机来进行的 比如说他有一个软件系统 你把这个数据输进去啪一敲 就是几秒钟之内更不要一手算啪就出来了 只要把样本数据带进去 大家想一想 公鸡叫然后太阳升起 1月1号公鸡叫 6点钟叫太阳升起了 2月1号 再拿这个样本数据来检验 公鸡叫太阳还是升起 只要不是乌云满天天气起来 然后3月4月5月都拿来 每天都拿来检验 只要公鸡叫太阳一定升起 所以这个检验结果肯定是非常显著的 T检验是很显 所谓T检验很显著 就这个结果是非常利润满意的 公鸡叫太阳肯定升起 也就是说公鸡叫了之后太阳就升起了 这个关系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 而不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 不是一个偶然事件 公鸡叫100次 太阳升起不说100次吧 你起码你看出来99次检验出来 于是呢这个数学模型就科学的证明了 公鸡叫是太阳升起的原因 就这样 公鸡叫和太阳升起之间有没有相关性啊 有没有啊 公鸡叫和太阳升起之间有没有相关性 我想问问大家 没有 没有 有 它有一个相关性 我们至少在现象上可以观察到 公鸡叫太阳就升起来了 这个是有相关性的 但是这种相关性它仅仅是两种现象的外在的联系 并不是这两种现象内在的因果关系 但是大家想一想这个今天我们都懂了 我们知道我们懂了天体物理学 懂了这个天文地理还有科学知识解释了 公鸡叫和太阳升起 它就是个外在 这个太阳升起是由它本身有一个宇宙 这个咱们太阳系的运行规律决定的 不是由公鸡叫来决定的 但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比如在远古时代 远古时代的先民 不知道太阳运行有内在规律 它只能把这种现象的相关性呢 就当成因果 太阳升起的原因就是因果 公鸡叫 它可能这样 但是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 我们就不会这样 我们透过现象看到了本质 公鸡叫和太阳升起之间的这个关系 仅仅是一种现象联系 而不是由内在因果关系 它的内在因果关系 你必须要透过这个表面现象去深入到事物的内部 要通过另外的一些科学知识来加以解释 有人可能会说 这个经济学还不至于这么可笑吧 现在经济学有这么可笑吗 把公鸡叫当成太阳升起的原因吗 建立一个模型 建立一个模型 然后进行回归 最后体检验 最后得出这个结论吗 当然 现在经济学不会做这样一个模型 但是 在现代 在我们今天 人们依然会犯同样的这类错误 特别经济学依然在犯这个错误 犯什么错误呢 就犯这个公鸡的总结这类错误 问题是这个错误呢 它往往还披着经济学的外衣来忽悠人 可能大家 我给大家举 几个例子 所以第三个问题 我简单的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因为 没学经济学的可能对这一点 我谈的这个东西比较陌生 所以举例子来说明一下 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就是 自己都没有搞懂 没有搞懂这个计量经济学 就乱用计量方法 呃 我们通常讲的叫做自欺欺人 最常见的一个 在 在经济学里边最常见的这种就是 经济学里边因为你要做计量 今天要用到数据 这个数据有两类 一类叫时间序列数据 你们经常看统计表 那个表 GDP增长率 物价增长率 90年到 2000年10年 90年是多少 91年是多少 92年是多少 93年 90年这样一年一年过来 这个就叫时间序列 它列出的这个数据呢 叫时间序列数据 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叫面板数据 就是平行的数据 比如四川省90年的 CPI 我们通常讲的CPI 就是物价 物价上当指数 多少 北京是多少 天津是多少 都是在咱们这个2011年 这个 华英文的数据出来了 是吧 咱们的CPI是多少 6.2 是吧 这个CPI是6.2 那么这个是全国的 那么全国当中有各个各个省 各个市 它的数据 这个这个是平行数 叫面板数据 那么这个时间序列数据呢 你统计出来 比如我们刚才讲的公积大名 这个是 公积轿 90年公积轿的时候 太阳升起了 91年也升起了 92年也升起了 所以我们统计出来 让他做了检验 建立模型以后 就发现可能 出现一个 把根本不相关的两个事情 硬扯在一块 得出他们的因果关系 这两个公积轿和太阳升起 本来没有内在因果关系 我非要通过统计数据 我计算出他有关系 通过他他他相关的 不仅相关 而且还找他因果关系了 做做回归分析 做回归模型 求出他的因果关系 求出他的这个内在趋势 这个叫什么呢 在统计学也发现了 就叫在计量经济学 叫做违回归 成为违回归 没有因果关系的事情 当成因果关系 比如李宇春 李宇春那个头发 长的速度 他可能会和我们GDP的增长 速度是 李宇春头发长一寸 咱们GDP增长一个百分点 可能 但是李宇春头发跟 生长和那个 咱们GDP增长 没有内在的关系 但是我们发现 他长一寸 那也涨一个百分点 涨两寸 涨两个百分点 发现了 也就是我们去做 还把他扯成叫因果关系 这个就叫违回归 那么怎么回避这个违回归呢 一般来说 计量经济学区用一种办法 叫做 叫做平稳性检验和写整分析 这是两种方法 来发现这两组 两组变量之间 两个现象之间 通过一种办法来检验它们之间 可能没有相关性 用这个办法来回避它 来解决 但是呢 我在省论文的时候 因为我做经济学杂志 省论文的时候 这一类的违回归啊 可以说是非常之普遍 现在翻看那个杂志里边 很多这种文章 就是我在做违回归 我举个例子 我一个研究生啊 他写毕业论文 他做的毕业论文的选题是 农村劳动力转移 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农村劳动力转移 和城乡收入差距有什么关系 他要找到他的因果关系 要求回归 要建立模型 他就提出了一个假说 建立了一个模型 什么假说呢 就是说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那么越会阻碍农村劳动力 向城市转移 这是他一个假说 什么意思呢 北京的工资越高 农民越不愿意到北京来打工 就类似这样一个假说 然后他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 然后采用了一个时间序列数据 就是79年到08年 1979年改开放 到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 进行回归分析 进行回归分析以后 他又把这个数据带进去进行T检验 就是这个统计检验 统计检验结果非常显著 很显著啊 就是说北京的收入越高 农民越不愿意来打工 由此证明他这个假说是成立的 但是大家想一想 从经验上看 这个假说显然有问题 对吧 从经验上可以判断 就是说 难道那个北京的工资越高 这个河北的农民或者是寒农农民 他就越不愿意到北京来打工吗 这是有问题的这个 从经验上可以判断 我仔细看了这文以后 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个时间序列数据 为什么不做平稳性检验和写者分析 你是去时间序列数据 他告诉我 他说赵老师如果做了这两个检验 做了平稳性检验 做了写者分析 我的T检验结果就不显著了 换句话说他如果做了那个东西 他这个就 他这个委会会就被揭露出来了 他的论文就没法创新了 他提出这个假设很了不起的 让人眼睛一亮 是吧 这个假设就类似于说 这个有一个人论着 不是月亮围绕地球转 是地球围绕月亮转 而且有个时间泄入数据 然后检验最后得出这个阶段 但在经验上我们得出这个阶段来 我当时就告诉他 我说你没法创新了 那你不能拿模型来忽悠人呐 他就告诉我 他说赵老师你太认真了 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我说大家这样做也不行吗 您班上研究生都这样做 也不能干这个事 他就搬出了一本杂志 就是咱们本京的一家著名的精确杂志 名字我不点了 上面发表的一篇文章 来为自己这个事情表明 那边杂志那个文章也是干这个事情 提出类似于这样一个假设 然后进行这个时间序列数据建模 然后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非常显露 然后都是一个结论 证明他结论是正确的 然后发表了 这还是一个很严肃的杂志 我当时听了以后 我真是哭笑不懂 问题不在于这个学生物有模型 而是在于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实际上我后来我经常在学校参加研究生答辩 经常看到这个事情 可能你们不懂经济学的还以为很神圣 但实际上就是在干这个事 我也是非常悲哀 非常悲哀 我在看到他还得让他们过夜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难过的 就是做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自己都没弄懂 就拿这个计量经济学 乱用计量方法 分享 而且在我们国家现在很普遍 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就是 模型的假设呀 完全想当然 要么毫无根据 要么就根本不是一个问题 是一个伪问题 这就有点类似于 我们经常讲的一个叫自娱自乐 啊自娱自乐 你比如说这个前段时间 那个编辑给我报了一篇文章 上报报了一篇文章 一省通过了二省我是看中省 这篇论文的一省二省都通过了 这个编辑他写的什么呢 他的核心假设是这样的 他有一个假设 假设 如果政策性负担 越重 企业的绩效就越差 一个企业 他的政策性负担 越重的话 这个企业的绩效 就越差 什么意思啊 企业政策性负担 我们讲的指的是什么呢 养老 是吧 还有这些包袱啊 各种各样的这些包袱 是吧 退休人员 如果你这个负担越沉重的话呢 你的绩效就一样 绩效什么呢 用GDP衡量 用利润衡量 投资产量 都可以是吧 然后他呢 这个假设 他整个论文就围绕这个假设 来做文章的 他选取样本数据 进行回归分析 T检验非常显著 咋不显著呢 你只要这个企业 你拿A企业 B企业 C企业 他的政策性负担越重 他的绩效就越差 肯定是这样的呀 我当时就说 我说 这个常识 难道还需要做回归分析吗 这个假设 与假设年龄越大 离死亡越近 有什么不同 难道年龄越大 留火葬餐 越远了不成 所以这种假设啊 不仅把自己当作 白痴 而且呢 把别人也当作白痴 如果他用的方法有创新也就罢了 但是他方法也就是 既然经济学的常识 所以我把这篇文章判为没问题 然后给他毙了 毙了以后 这是一个 一个教授 一个年轻的 还是咱们南方一所著名的大学 是新自由主义的堡垒阵地 哪个大学我不说了 他就给我打电话过来 打电话过来 他说找找找找我 我说我就是有什么事 他就说他那篇文章 怎么怎么通过了这个 什么专家审稿 到你那儿就给 我说你是来信誓问罪的吗 啊他说我不敢不敢 我给你讨论 我说行我讨论 然后 我给他讲了这个理由 他就告诉我 当时我给他讲你这是没问题 他 他怎么回应呢 他的回应就是说 这是他的国家课题 是国家课题精 是博士论文的精华部分 是他博士论文的精华部分 我想国家课题就这个水平 我只有无语 而实际上 这类问题是非常非常多的 在我毕掉那个这个稿子以后 不久编辑又报了一篇文章 做着做的事情也类似这个事情 就是就是要证明两个假设 一个假设是企业的企业污染的公共事件 将导致该企业的股票价格波动 波动吗 跌吧 因为你这个企业公共事件污染 政府肯定要找你麻烦 是吧 让你给我找个说法 还要让你给公众道歉 甚至还罚款 是吧 你的信不信心 你比如说现在咱们那个康费公司 康费公司的股票价肯定波动 如果他这个事儿空门 这是假设一 假设二呢 就是在发达国家 企业污染事件 与这个企业股价波动强相关 换句话说 在发展中国家 比如说咱们中国 企业污染事件可能还是弱 和这个企业的股价是弱相关的 但在发达国家 比如说美国 比如英国 比如法国 这些国家只要企业有污染事件 拿到他的企业的股价波动时 他的污染事件本身和企业的股价 非常联系的更紧密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很简单就透明嘛 他们国家在法律上透明一点 在中国的可能就叶子藏着窝子 可能不知道 我当时就问这个编辑 我说这个企业污染的公共事件将导致该企业股票价格波动 是个常识性的东西 还有什么必要加以证明 有没有必要加以证明 编辑告诉我 有啊 这个作者毕竟证明了这个相关性的强度 你看在发达国家 它强相关 在发展中国家 它弱相关 我说啊 这个假设二所证明的这个强度 难道不同样是一个常识吗 就几句话就可以表明就表达清楚 为什么还需要做这么复杂的数学 模型来证明它有什么必要呢 所以这个 这类伪问题 关键我举这个例子 我是不仅指出它的荒谬性 关键我想说明就是这类伪问题 因为我可以负责任的讲 我经常我们收的稿子 百分之九是都是这一类的模型问题 所以我们打交到态度 就这类伪问题在我们国家的这个经济学界 它已经泛滥存在 第三个例子呢就是把统计关系当做因果关系 这个呢就不再详细给大家谈了 因为实际上就是把本来是个统计相关 因为统计统计出来的可能是相关 但是这个相关性它不是因果关系 比如我们讲黎玉春头发和那个中国人GDP 那个之间的关系 它可能相关你拿数据来 拿来衡量它可能 黎玉春头发涨一寸中国GDP涨两寸 可能是相关的正相关 但是这个相关它仅仅是统计相关 不是因果相关 还有就是把统计甚至统计因果关系一点 不一定是现实中的因果关系 你比如说这个计量经济学当中有一种叫做 有一种方法叫做格兰杰英国检验 格兰杰英国检验这个方法 这个格兰杰英国检验检验出他们之间有因果关系 但即便是这样它和真实的因果关系 还不能完全化等 就好像比如我们讲这个攻击 攻击打鸣和这个太阳升起之间这个关系 你可能拿格兰杰英国关系来检验 它可能相关 但是在现实上它不一定是具有因果关系 这需要用另外的理论 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看得出来 现在呢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 主流经济就把这个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什么 归结为这个缺乏监管 归结为政策失误 甚至可以建模型 次贷危机为什么爆发嘛 就是缺乏监管嘛 我把缺乏监管当成这个自编量 然后危机爆发当成因编量 然后我们建立模型 然后取数据 然后找进行回归分析 最后提检验 这可能提检验非常显著 但是理论和实践都已经证明了 美国的这个次贷危机的根源呢 它内生于这个市场经济 本身的不平衡 用马克思的话讲 就是内生于资本主义的制度本身造成的 这个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发现的 但是你用现代经济学 用经济学的模型来分析 你就是发现这个缺乏监管 而且大家还把这个缺乏监管 当成是危机发生的 危机的变化 其实起码这样的一个处罚的因素 可能是个导火线 但是它不是一个内在的感觉 所以马克思有一句话他说的很好 他说这个庸俗经济学 他只知道在表面的联系内 兜圈子 他只看到表面的联系 所以他把这类经济学叫做庸俗经济学 那个时候是19世纪 实际上这个庸俗经济学 在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在占地位了 我常常有时候看到那些很荒谬的东西 我有时候觉得 我自己都觉得 有一种不知今夕何日 不知今夕何时的感觉 经常我有这种感觉 这是一种荒谬感 真的很荒谬的一种感觉 但这种荒谬感 可能也是存在决定意识造成的 要到什么时候他才能被大家所认识到 我也不知道 今天呢 就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介绍一下这个经济学方面的一些东西 目的呢 是让大家认识到经济学本身的局限性 不要把它神化 这个经济学啊 现在在很多学了经济学 特别海归回来以后 写一黑板的公式 简称黑板经济学 实际上呢 这些东西里边 到底有多少科学的程度 我们要打个问号的 当然他本身是有 他本身有他的这个意义 有他的价值 但是一旦把它神化以后 他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来自于我的 既来自于我学的理论 也来自于我自己的这个经济学研究 和我遇到的 我的这工作当中遇到的这种问题 太难了 我现在讲的这个就 讲的就到这儿 下边是不是有一个互动吧 我那赵老师在这个讲话 我非常感谢 咱们先进入那个提问阶段 教老师 通货膨胀到底是由直立发行 就是说通货直立发行过多 导致的通货膨胀 是吧 这是一个现象 我想 是不是它本质还是说那个 是那个市场经济的资货为制度 造成的结果 现在对通货膨胀的解释呢 主流的观念是 是货币数量论 通货膨胀是什么呢 就按照那个 富里德曼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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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一个大经济学家的说法 通货膨胀说到底 本上就是一个货 就是一个货币的现象 就是通货膨胀 你找它的原因 就是只能从货币上 发多发少去讲 多了吗 它当然就涨了嘛 就是货币就不是钱的这个 钱就不是钱了 你物价就上涨 那少了嘛 就紧缩 就通缩了 是吧 这个 我们国家实际上 对这一次通胀的这个根源的解释 也基本上是用这种理论来解释的 货币数量论来解释 就是说 这一次通胀的根源 在于这个 那四万个亿 是吧 08年的次贷危机以后 进入危机以后 这个中央就发了很多货币 发了很多货币存在 货币流进来 流出来以后 那泛滥就把价格抬起来了 就用这个来解释 咱们这位老师刚才讲的 就是说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呢 是不是货币的发行仅仅是一个 表面现象是吧 背后还有位 比如说我们讲 你为什么要发这么多货币啊 是吧 是不是跟当时的结构 失衡就有关系了 如果这样追下去 就可能发现更多的 比这个追问还能回答的 源头的问题 所以这样来讲的话 你刚才的质疑 我觉得是对的 就不能仅仅说这个 通货膨胀的原因 就是货币的 货币的这个发行多了的原因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实际上 现在大家感觉到 这次通胀的原因呢 不仅仅是一个货币因素造成的 它和这个 共情的因素有关 就是我们讲农产品共情的因素有关 不单纯是因为货币发多了 货币发多了 因为我们现在这几次 几次物价上涨 我们可以看 最近的这段时间 物价上涨 将你军算你很逗你玩 什么唐高宗 像这些农子都基本在农产品上 很多人认为是货币发多了以后 他没地方留了 他话就流到农农农业领域 农产品领域来 来炒作用炒作二字 炒作二字什么意思就是我吃不了 我用不了 但是我把它囤积起来 然后我就想炒股票炒房地产 我拿了 我把它买去 我到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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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价的时候把抛出来 然后仍微的把它抬高 但实际上呢 这个蔬菜啊 这一类水果这类农产品啊 它有一个自身特性 就是它不能储 储藏的这个受局限 对吧 你不能囤一百吨菜在家里 几天以后它就烂了 所以你炒作它受到它本身的商品 物理属性的制约 因此呢实际上这个农产品价格上涨 它有别的原因 就是说不仅仅是货币发多了的原因 然后人们这货币流来炒作 而是有蔬菜 蔬菜 我举个例子 咱们成都吃这个蔬菜 成都吃菜的话 过去我们财大的老师吃菜就是那个 我们那叫广华村 那个村现在是个城市 但是原来村呢 就说那是农村 咱们那个西南财大叫农村里头 当时吃菜的话 就是在那个农贸市场农民 从那个地里边摘出来就就拿来卖了 两毛钱一把毛毛赛 但是现在呢 这个农民土地都被圈占了 是吧 城市化了 然后成都人吃菜都从彭州市拉过来 拉过来这个中间就有一个 运输成本 劳力 什么什么费用 这样加下来 你拆下就涨了 因此这个里边的涨价的原因呢 又不能单纯规矩和货币 我这是从技术上来讲 你你呃 刚才那位老师还要探讨的就是制度原因 是不是 背后还有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 这个是很值得探讨的 这个肯定是有 是个市场经济本身的 不均衡 市场经济本身有一个内在 内在问题就是 它是一个不均衡的阶段 用过去我们讲 马克思讲的话就是 它市场条件是盲目的 自发的 无政府的 这个经济能均衡 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构式 结构式它有多种表现 其中一个表现出来就是一个 物价上的这个问题 赵老师提一个就是 我外星比较关心的 目前特别关心的 就是 咱请赵老师就谈一下 您对目前 中国楼市和股市的一个看法 然后分别预测一下 中国楼市和股市的 未来发展趋势 谢谢 非常感谢咱们这位朋友 对我的这种 经济学方面的 好像有一种信任 预测呢 应该是一个有风险的事情 实际上呢 关于这个楼市和股市 我在去年下半年写过一篇文章 写过一篇文章当时 我的感觉呢 根据我的判断 下半年可能楼市会有一个调整 这个调整呢 不是楼市楼市楼 Pay 不要楼就打跌 我当地判断 一个是应该收集 另外一个是宏观的一些症状 我们这个地方只谈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那么中国楼市可能会出现 因为它现在量已在颂 burned 我当时去年 就是10年我写的文章 判断是下半年不是出现拐点 叫调整 这个调整当然是指的是 它的这个增长速度可能往回走 甚至不排除它的价格往下 有一定的幅度的下降的空间 那么如果楼市出现这个情况 我判断中国的股市就会出现 一个叫机遇也好 叫增长的空间也好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油资大部分几乎在楼市 假如楼市不行了 因为资本有一个本性 就是嗜血 就是哪有力就往哪跑 中国的油资 中国的那些 咱们这么说吧 不说中国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可缺钱了 咱们中国的有钱可不缺钱 那资本资本家不缺钱 这些资本往哪去 大家想一想 他现在最能够有利可图的是楼市 但是如果楼市出现了行情 看跌的情况的话 他就会抽出来 抽出来他不会锁在抽屉里边 或者挖个地窑把他埋了 那不符合资本的本性 他一定会找个地方 哪呢 股市 所以当时我判断可能股市 在楼市出现调整的时候 股市会往上走 但实际上呢 股市出现的情况是非常糟糕 就是跌跌不休 跌跌不休 这里边原因很多 但是我呢 具体原因不说 就是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楼市出现调整的可能性比较大 如果楼市出现调整的情况 是比较明显的话 显性的话 那么我觉得股市是 会出现往上冲的这个情况的 我只能从这个角度来讲 至于什么时间发生这种事情 用毛主角的话来说 只有天晓得 但是他一定是在后头 就是在楼市出现了一个 比较明确的调整趋势的时候 这个时候很多资金就会抽出来 因为股市涨不涨 涨跌它取决于资金进不进去 是吧 资金进不进去 资金缺不缺 资金不缺 缺的是我们讲信心 其实有时候不叫信心 他如果觉得这个楼市里边还待得住 他就在里边待着 他就在门了两可 甚至观察 就是在那个地方犹豫 但是如果一旦情势比较明显 他就会出来 一定会按到里边去的 因为没有更好的有利可图的空间了 好 谢谢大家 其实也不一定会讨论 我会认识 你能不能够认我 我会认识 我会认识 你能够认识 你能够认识 我会认识 你能够认识